今天我們來教大家做三杯牛小排 三杯牛小排需要什麼材料呢 牛小排嘛 牛排嘛 洋蔥 辣椒 蒜頭 薑 番茄醬 黑麻油 胡麻油 米酒 糖A1 就是牛排醬 九層塔 這裡我們有準備了麵粉 首先我們一定要熱鍋 鍋子燒熱以後 我們要熱鍋熱油 我們會先將蒜頭薑先下去油炸 那我們這邊在炸這個薑的同時 那我們這邊就來沾了牛小排 這半煎炸的牛小排我是用麵粉 為什麼 因為西餐 在做那個有沒有 他們勾芡都是用麵粉來勾芡的 會比較香 我沾上的這麵粉也鎖住了這有沒有 它裡面的水分 不會讓它等一下我在半煎炸的時候有沒有 那個水分啊 鮮甜度啊流失出來 你看你看 我們這邊薑有沒有 有點微黃了 焦焦的那個感覺就好了 來 這時候我就會下我的蒜頭下去 為什麼蒜頭跟薑不要一起擺 因為薑的含水量比較飽滿 蒜頭它氧化速度會比較快 觀眾朋友啊 媽媽帥哥你有沒有注意看 蒜頭慢慢也氧化了 蒜頭香 香的香都釋放出來了 它都示範出來了 來 我們先放旁邊 來 我們就用這些油有沒有 半煎炸 半煎炸我們的牛排 這樣第一個 不容易燒焦 第二個一下子就可以鎖住那個牛肉的水分 牛肉的鮮甜度 可是油的溫度要夠 油的溫度就是這樣 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壓壓的就要下去 你不要油溫太冷了 好 那這肉有沒有 你自己可以看 油壓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樣的話有沒有 是差不多四分熟 這樣五分熟 這樣差不多七八分熟 這樣就十分熟 所以你自己去按 按摸這個 大拇指的下面這裡的肉 你去看它的彈性 就知道你肉脂已經煎到什麼程度了 那我們這不要弄全部前熟 我們要六分熟就好了 我們只要煎至六分熟 來 我們先起鹽鍋 來 下 下兩大匙的胡麻油 兩大匙就可以了 因為三倍的東西 要胡麻油那個香氣才好吃 好 那我洋蔥 辣椒 一起爆香 一起爆香 先將洋蔥的甜度 有沒有 把它釋放出來 好 你又聞到洋蔥那個香氣 就可以了 來 就將我們的那個 牛排蒜頭下鍋 好 這樣下鍋了 來 來 記得你看 下鍋以後我要調味 我一定熄火 我火會把它關掉 那我下 下兩大匙的牛排汁 好不好 那我糖放了一大匙 糖放一大匙 米酒兩大匙 番茄醬兩大匙 好 就要這樣 你看這色澤好不好看 不會說看起來黑不垃圾的 這道菜裡就是快火縮汁 不要開小火縮汁 快火縮汁 好 好 來 我們將 將我們的有沒有 這個三杯鍋 把它燒熱 好不好 燒熱以後 來 將我們的醬汁 有沒有 來 煮至於要濃稠了 來 洗鍋之前 少洗的那個 九層塔 少洗九層塔 下去拌炒 那一些的九層塔 往上面擺 往下面擺 這樣吃起來才有味道 好 好 關我洗我 上菜啦 顏色又漂亮 好 最後再放少洗的那個 九層塔 如果一般我們 有一個削頭會怎樣 你知道 那個 整個菜做好 蓋著蓋著 來 在客人上面再撒點米酒 我們叫一線天 這道菜就 就加你的三杯牛排 你會了吧 這道菜 要不要 你會說 你會說 這道菜 就這樣 你會說 你會說 你會說